以集中展示东盟各国文化为主题的泰国东盟文化中心日前正式开幕 泰国总理巴育指定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塔纳萨巴迪马巴公 出席泰国东盟文化中心开幕仪式 来自泰国以及柬埔寨、缅甸、越南等国家的文化部长 以及文化部常务次长等参加了当天的开幕仪式 为了响应东盟经济共同体将泰国打造成为东盟文化交流的中心 泰国东盟文化中心7号在曼谷当代艺术中心隆重节目 泰国东盟文化中心是第一个面向东南亚文化的交流中心 将迎接东盟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 以促进东盟十国的友好往来 泰国东盟文化中心通过一系列的高科技的设施 来展示东盟十国的灿烂文化 其中共分为6个展区 内容包括了历史纪录片、LED大屏幕、东盟是一家宣传档 值得一提的是参观者可以通过智能电子屏幕进行互动 在大屏幕里穿上东盟各国的特色服饰 丰富多彩的文化展示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以一种全新的趣味方式 更深入地了解东盟各国的文化 加深东盟与世界的交流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立明、张灵、汤思迪 泰国曼谷报道